我們在這裡其實熊娜剛才也講了 這是一間教室 這的確是美術圈裡面的一間教室 只不過這間教室比較高 大概這樣子 剛剛我跟常亮主管在講 我們要找一間高一點的教室 因為任何事情我們會講 你的個人發展也好 看看啥也好 企業也好 會有天花板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設計創作的時候 也是會考慮 會在企業室裡面有個天花板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天花板弄得高一點 然後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來 上課做創作也許會更開心一點 更有創造力一點 那麼關於我 我今天本來是排在第三個講的 因為我們高院長臨時的一個困難 所以把我抽到第一個來講 實際上這次演講的開始 或者叫做這是分享 因為在上課裡面 其實上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老師和學生或者是參與者 或者叫做指導者 或者我們叫做運動員和教練員 他們之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希望能夠形成一種共識 我們能夠在一個共同的語心下面 能夠彼此互相理解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變得特別重要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創作人的時候 跟網民 我們其實有多次的交流來講 我們得讓我們做設計的人 搞藝術的人來講一講 我們是什麼看這件事 大概是怎麼樣的 希望我們的工程師能夠理解我們 OK 然後呢 同時呢 我們也要請到技術的人來講講 他們是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大概這樣子 大家互相講一講 然後作為一個開始的醞釀 和一個語氣的揭露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來以設計的角度來看看 看科技吧 大概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怎麼樣的理解 所以這個PPE呢 其實是有一點混雜的 混雜的性質 既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學設計的同學 能夠理解我們 我們想要幹什麼 也希望我們搞科技的同志 能夠理解我們設計師這麼想 所以有雙面積 或者叫雙重性 題目呢 大概取了一個 用了很多語的一個題目 因為你知道 就像我們寫論文 什麼與什麼 通常就是表示這件事情 說不清楚 所以叫做什麼與什麼 所以我用了好多語 其實想表達我也沒有講清楚 叫做未來租景 設計製造和混合現實 大概想表達一個抽象的模糊概念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 我們對於工作坊 工作坊是有 我們這個工作坊是有主題的 主題裡面 我理解有三個可能關鍵詞吧 一個叫圖景 一個叫視頻 一個叫媒體 我們到底怎麼來看 圖景是什麼 以及這個跟我們最重要創作 或者要去設計實現的 這個東西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所以圖景 我們今天 關於圖景 我覺得今天應該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叫做一張藍圖會到底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圖景 當然在我們設計圈裡面 就像貝玉銀的蘇柏的一個草圖 這也是一種圖景 就是圖上的一張畫 來表達一種東西 當然你可以從哲學的角度思考 可能會呈現更多的一種種種聯繫 相互交叉錯誤的一種一種事 那麼無論如何圖景的一個複雜性和系統性 其實是在這裡 它不是簡單的 我們講架上繪畫 當然架上繪畫的 比如說油畫的人會講 我這張油畫 其實說內涵的表達的內容和細節 其實是很豐富的 它的社會性 它的前後所謂的經濟關係 它人物之間是什麼關係的心態 它其實都有幾些 所以在這一點上來說 它其實也是一致的 所以圖景本身就是一本書吧 我加上來說 這是很明顯的 視頻呢 我想今天真的叫視頻的一個時代 今天是一個視頻的時代 視頻是鋪天蓋地 尤其各種各個短視頻 我們這裡隨意地選了一些 選了一些大概來表明 今天視頻在我們生活中出現的 應用的場景 只要辦好 當然我覺得抖音的派出 其實是 就代表這樣的趨勢吧 然後就是 我們這個合作夥伴 新華 Dudu 這是你們的作品吧 咦 沒有聲音 會從新華社新媒體中心新聞主播去忙 我就會在經濟全國兩回期間 予大家見面 我和我的搭檔 將為大家帶來更好的新聞體驗 是媒体作为媒体行业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记得大概两个月前 有一个职业 国家专门发布的一个东西 叫做互联网营销师 他曾经说祖国 给他专门有个职业的名称 我也许觉得未来这样的职业 是否会出现新的媒体的一种名称 职业的名称 我们知道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看到 跟我们这个主题所要讲的一些事 我的一些看法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是做设计 那么设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设计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 我们会问到 我们会有一个感受是什么 大概在设计 从现代设计BOSS 开端以来到现在 差不多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就是说设计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话题 从来没有被如此高频的 被反复提到的追问过 从来没有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设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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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各行业的人 同行 国内国外都在讨论这段问题 那么我想说呢 设计 灰根到底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一种造物的一种活动 所以我们经常讲 设计最后就是说如果说那边 左边这个东西的屋子是我们科学家干的事 中间这个灯泡是我们工程师干的事 OK 然后这个贴纸灯 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艺术家伙的设计师应来干的 把科学技术 然后把它演化成一个我们的作品 就结合成 就是把这些知识能够贯通起来 那当然在设计界有太多设计师 介绍创造性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包括无业分散诞生的 就是它的改变它的物理 但所有的技术系统是都存在的 包括我们在设计界 苹果 苹果的第一代的一个产生的可能性 其实这个作品是有电子性的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 当然我们今天 就是智能机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你设计是什么 设计我们会说 因为你可能还是回到最本源的 设计是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设计和绘画 或者和艺术最大的区别 我们叫做艺术是for me 对吧 设计是for you 就for me for you的关系 其实就是 当然艺术和设计 我们经常有个字叫做艺术与设计 所以这两个东西又它有 又有天然的一种 联金的这样的关系 而这种for you和for me之间 它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但它的重点很像一样 而这张图是一个 一个奖项的变化 主要是参看类别 参看类别 大家看一下 最大的变化 突变出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的出现 其实就是PC 可以从PC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的变化 我们生活中出现的这个产品或者物品的类型和种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作为一个大赛的 它其实是一个相关领域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收集系 实际上来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包括它的亚洲区的作品 尤其这些年的增长变化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地区发展速度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看设计 当然最近应该说马斯克干的这个宇宙飞船もの发散的宇宙服的设计 但这个是老板吧 老板 当时他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他觉得好看真的很重要 好看当中每个小孩都会愿意去 以穿这样的宇宙服作为一种时尚 或者一种影响 這裡面就是我想表達的設計的本質是藝術與科技的融合 這就像今天我們剛剛做了一個簽譯 本質是藝術與科技的融合 我想表達這樣的一個意思 其實從設計的歷史來說 我們把它分成要三四個階段 就是1.0、2.0到3.0到4.0 大概是分成這樣的一個階段 當然我們會說前面三個階段都是人怎麼來設計一個物 那麼到了最後這個叫做 今天我們可以稱這個叫人工智能的這樣的時代 那麼這個時候是人和機的一個對話 人機的一個對話 機器跟你一起在設計一個東西 這裡也就是剛才熊娜一開始講的 就是AI和設計之間的一個關係 可以說是假或者是X 那麼這裡面的信息的數據 就是每個階段它所呈現的 從原生的一種設計 雙手的製作 到工業時代的批量 到工業與信息化時代的大數據 個性化定次 到我們今天的虛擬萬物不聯等等 包括生物技術 尤其是在今天可能會特別重要 以及它所代表呈現的這個作品 我們把這個最早的這個名椅 以及整個我們新世紀時代的這個產品 這個取水器都找得出來 包括它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比特貝倫斯的湖 這個湖是很有名的 在設計市場 比特貝倫斯被譽為是 德國的工業設計之副 因為它最早的 它是AE機 AE機公司屬性的 然後包括福特的車 這是第二個時代 然後包括新世紀時代 我們看到的電話 包括互聯網 包括我們今天講 李四時被幹掉 當然其實已經很久了 現在他們其實這個遊戲 還在幾個網上玩 那麼好吧 然後我們自己可以設計 就我們今天在 我想給我們今天這個課程呢 做一個定義 我們是做設計4.0的這樣的一個項目 那麼設計4.0是什麼 我們給大家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Design Intelligence Design Intelligence 設計製造 所以我們覺得它應該是 堅持智慧與智能 系統於創新的一種方法 系統方法是 新時代的文化藝術佛福大眾 佛福社會產業的創新方式 我們在每一面 我們一定會講 新時代的文化藝術 面向的是佛福大眾 來做這樣的一個 新的未來的一種探索 這裏想請大家看兩個 一個篇子 就是這個 托斯登動力的 這個例子的 我其實 它這個項目 這個機器從一開始 盤山學部 就像小孩一樣的 到現在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全能器朝冠軍了 什麼 360的旋轉啊 跳躍啊 等等 什麼都會看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時間點 從2005年差不多開始到現在 其實幾乎每年一變化 每年一變化 那麼這樣的一個智能時代 下面的一種 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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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類型的變化對我們來說 會有什麼影響和改變呢 或者我們應該有什麼 想法的 這個可能 我覺得都是這種思考 然後呢 這張圖我想阿里的朋友 在阿里都很熟 阿里的路班 以及阿里路班 所做的設計 對吧 這個畫了兩個圈圈 這個是設計師做的 就我們傳統一張設計師做的設計 就沒有畫圈圈的那幾張 這個叫孫子兵法 這個是這個路班 計算機做的 兩張海報 你說水平忽高忽低呢 那這樣的一個 同樣是一個命題作文 以及包括這個車 這個在網路上都有 都有那個 都有這個看到的這些現象 我選這樣做的 因為一個呢 我們阿里的朋友在 我不能只講那邊 OK 所以必須要講你阿里的東西 嗯 但是這個的確應該知道我們 思考 波斯的動力可能是 跟製造 跟智能製造 更有關 而這個呢 跟人工智能 更有關 所以對設計來說 我們覺得今天設計 最大的改變 其實是一個 基因的變化 設計基因的變化 設計不再 不再只是 美學造型工藝 這些事兒 包括來自品牌 這些事兒 設計我們今天 會需要更多的思考 就是信息體驗 數據共享 互聯網 媒介等這些事兒 當然這個 只是表達了一個 基因變化的一種可能 因為設計本身 是一個交叉學合 交叉學合 所以基本上 它走到哪兒 做到哪兒 它形成一個 複合的一個網絡 所以我們今天的設計 基本只能叫做 設計家 也許才更能符合 設計這個名稱 OK 那麼設計 設計的變化 帶來我們設計 創作和方法 這麼的改變 我們今天講 做設計 比任何時代都強調 好吧 我用了第二次 任何一個時代 比任何一個時代 都強調 想像力 想像力 今天對設計來說 它變成一個 特別關鍵的 具有生命力的一個事兒 所以我們今天講 設計一手要抓藥術 還有一手要抓工具 你把藥術管明白 把你的資源整好 然後工具你弄明白 然後你用想像力去捅 算了 所以今天的設計 是個道經之堂 設計是什麼 設計等於是 創造需求和誠意 願景的建構 這兩件事情連通了 我們未來的場景 可能是什麼 就明白了 對吧 這其實也是我們 跟計畫資源在想 計畫資源有技術 有科技 然後也有他們的想像力 但是跟我們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放大 所以我們要創造需求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要來一個願景的建構 只有把這兩件事情 打通了以後 我們想像力的私房打開了 我們這個天花板 才能夠更高 OK 所以它的設計方法 發生了一些變化 我們原來可能會拿出來畫 畫得很美 也很有它的一個獨套之處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先明地講到 要素工具和想像力 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也可以做個我們 創作營的一種思路 嗯 嗯 這裡面我想介紹 三次蒼蠅的時候 這關想像力這件事 啊 第一次蒼蠅大家有見過 啊 就是 南衛生間的小便棟 上面有一隻蒼蠅 它用來的是 大家都懂 都懂了 讓你更好的 完成你的這個 方便的這樣的一項 工作 OK 然後第二個是 也是Starter 他們當時有一個實驗 就是說 我們平時正常的人 我看你看的事 大概都是這樣子看的 或者做的 但是視線差不多 那麼問題出來了 大概如果你是一隻蒼蠅 停在你的空間的 整個房間的房頂的一角 左上角 然後你看到整個 世界是怎麼樣子的呢 也許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和體驗 這個時候可能有 有助於你打開思路啊 那麼第三個呢 其實是 我們去年吧 跟 東 東京 是澳大利亞嗎 跟澳大利亞 還有好像日本啊 也有參加了 幾個學校 我們做了一個工作坊 叫做蜜蜂的解剖 大概這麼一個工作坊 就是把設計的生物的 基礎聯單機來做 其中裡面 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 一隻蜜蜂大概也差不多有 四千到五千隻小眼 構成的蜂眼 那創意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一個生物 如果你用多角度 多蜂眼去看一個問題之後 我們又會怎麼樣 就是世界看上去跟你現在平常 日常所看到的 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這個不一樣 跟我們的設計會怎樣 所以 我們會說 設計在根本上來說 我們覺得設計就是 一種語言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一種語言 它是像 密碼和解碼一樣 去做一個東西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它其實也是一種工具 作為工具的使用來說 所以有句話 特別想送給大家 就是波爾講的 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都是思維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 角度很重要 理解工具的構造也很重要 這個就是熊蜂應該在強調的 也是我們雙方也在強調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合作夥伴 能夠理解我們的一種藝術的 或者設計的思維 也希望我們的同學 或者設計師們能夠理解 我們的科學的一種 智能的機器的 這樣的一種思維 這樣的思維 繳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能共同構成一種 創造的思維體 好吧 這個時候話題又回來了 就是我們到最後 我們這門課 這門課它其實就是一個 設計的重構 因為基因的變化 因為所有相關因素的變化 因為我們就是要用一種 新的視角去看問題 所以我們來做 是圖形或者場景 是媒體還是做交流 是做虛擬還是做真實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吧 其實你人所感知到的 所獲得的 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其實同樣是可以視為一種真實 因為你的確感知到了 OK 然後你可能後面還有一些的發展 所以如果還是在講這課題 我們這個工作坊 本質上來說 回到回歸人們主義 人們主義 因為我們最好還是為人服務的 對吧 所以我說媒體也好 足景也好 到最後就是 對我們來說就是說話動作 兩件事 OK 你就是說說話之不 你說話的時候還有動作 那麼作為人來說說話動作 說話大概的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話 有哪些場合可以說話 這個其實我們會思想 那麼做動作也是一樣的 你永遠會在想 我今天出去穿什麼衣服 OK 然後是穿鞋子 穿拖鞋 OK 我知道 然後你今天要去建一個家庭 我去做個面試 你應該什麼表現 等等 其實這個問題 然後今天或者說 我們要在這裡做一個上課 OK上課然後再想 它是一定會存在的 可以說是最日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把這種高達上的一個事兒 就拉回來 OK 就是所謂的未來究竟 未來究竟 人家就會問問 未來是什麼 未來什麼究竟 我不知道 但是說話和做動作 我想每個人都知道 OK 然後就會去想這個事情 那麼說話和動作呢 其實本質上來說 我們就要做 其實就是交流 它的核心是交流 交流 交流 就是communication 就大概四個意思 裡面有一個詞 我理解叫做信息 就是說它其實是用信息的發送 每任何一個信息的發送 一定會引起一種信息的反饋 或者不懂的反饋 所以說話做動作 對我們整個設計來說 我們就在想 這個就是 這個是超越 就是超脫行業 我們做媒體 或者新媒體 之外 我們回到人 我們就是做交流 OK 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說 我做這個事 好吧 這裡面 我還是放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 OK 這個是我們這個課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 技術 或者是認知的基點 這也是新華資源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視頻 內部的視頻 它想表達的是 你看到的C螺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C螺 場面上說 看到的C螺 可能不只是 其實你還沒看到 夠多 所以C螺的相關的 在不同的比賽中的 所有的呈現 在歷史上的 它都可以通過大數據 或者不同的方式 加以呈現 這個時候其實塑造了 另外一個C螺 就是你在看球的時候 或者在看新聞的時候 你在想 或者你得到信息 它就是完全不是 不只是它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裡面 事實上我們那天 股門跟常亮 我們在一起聊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概念 就叫做 我們看過西遊記吧 西遊記裡面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段子 就是真假猶豪王 對吧 還有真假白骨精 什麼的 大概是想這樣子 也就是你 你也許在另外一個時候 存在著一個 比你更厲害的 比你更能夠整合的 這樣的一個理 這個其實跟你是有關係的 原來是跟你沒有關係 它可以變成你的 另外一個體 OK 這是一個世界杯的 一個媒體片段 這只是代表的一種方式 好吧 這一個段呢 這個段 我覺得可以給我講 來表達就是 其實就是真實的人和 和大叔叔背後的人 這個片子本身呢 是講了一個真相 真人做出來 然後通過動態的捕獲 然後呢 做一個動漫的一個動作 但是實際上你知道 正向的 背後一定有一個東西 叫立向 對吧 所以正向和立向之間 它其實可以深層 更多的可能性 OK 我過去 這因為也是內部資料 OK 所以我們今天再講 回到 作為我們今天這樣的人 我們今天還得提一個詞 就澤達 吳昭威講的 就是說 今天是一個四元結構的空間 就是說我們今天有人 人的世界 有物理的世界 我們有信息的世界 我們還有智能機器的世界 大概這樣構成一種四元的結構 這邊這個圖是那個黑鏡裡面的一個 一個片段圖片 就是她 她因為太想念她了 大概女主 然後呢 把她給 用電子方式 等於是再造了一個人 到最後這個人 可以被打印出來 然後 回到 跟她的生活發生關係 OK 然後這邊也是 這邊是戲 就是這個片子 這個片子也很有意思 覺得這個女主是 為 對她 一往情思 情有毒 最後發現她是為 對 所以說 這裡面有社會倫理的一些問題 才一定要 OK 但是我覺得她的確 跟我們 可能會有 這樣的一些關係的存在 好吧 說與做也好 交流也好 我給大家 理了一個 我的一個框框 我的一個圈圈 我們是做交流 我們本質上是做交流 我把這個媒體這個事情定成交流給你 交流 我們交流做什麼 我們交流就是做衣食住行 學功用完八個字 我們原來講衣食住行 用完賞傷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可以講衣食住行 用學功用完 好吧 一當然有太多的 有服裝的問題 有動物 有紡織的問題 吃 有餐廳的問題 吃的問題 或者是中介 陪護 導遊 導遊 導行 導航的問題 教學 就像我們今天講演講或者是教育上課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會議直播的醫療社交運動遊戲等等 就是衣食住行 學功用完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未來組織都有直接的關係 它的核心是交流 是說與做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們沒有其他 主要是交流 這個中間這個詞更換成交流 我想可能更合適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坊 我們的每一個同學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覺得不妨把事業打得更開些 我們這種技術可拓展性 可應用的場景性其實還是很大的 還是很大的 OK 好 然後我們也找了一些片子來表達 不同的場景 這是用 醫療 這也是個片子 就是戴上鼻牙眼鏡來做手術 那麼這張組所代表的就是今天的生活場景 這張組代表也許是未來的 OK 然後是 這是汽車駕駛 這是無人駕駛 這個是有人駕駛 我們今天講無人駕駛 然後再講一個比無人駕駛更超多的一個遙控式的一種無人駕駛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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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沒有聲音就算了 他就是想表達 就是我在一個車子粉絲都可以虛擬的 但是在虛擬的車子它粉絲可以超過 然後在另外一個場景裡面 有輛真正的車子可以被它超過 這是什麼黑鏡三呢 沒有聲音 這是電影 所以我就想 當大家看這些片子的時候 它就是社交場景裡面好感指數的獲得 就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數據 就是說好感指數越高 就代表著你這個人就越受歡迎 他滿的是五門 然後大家就會為了這麼來提升自己的好感指數 就像今天我看 阿里好像還幹了幾個事情 叫芝麻性用對不對 只不過還沒那麼推廣 但其實有些異曲同步之妙 當然你推廣的夠多的時候 所以你出去交一個朋友 或者看個人 他腦袋上你通過一個特殊的失望網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OK 好吧我們簡單說這個是好的人 或者就是很難弄的人 都會呈現 所以人們為了怎麼提升自己的一個好感指數 然後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 然後這個也相當於一種新的一種社交 遊戲的單身 OK 這個分數很低 才一點幾乎是吧 OK 好 這個是會議 就是我們剛才在講的會議 其實看那邊的那個會議場景 你會覺得還是很受舒服對不對 然後這個 所以我在想我們在十月份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跟阿里 我們新華思雲一起來做一個 做一個國際版的 因為的確因為疫情的影響 會議應該有一種心腸袋 這種心腸袋就是你在與不在 你總在 對不對 你到與不到 你還 你總在 你應該是這樣的一種場景 而這種場景的互動 我覺得對於人與人的交流 它是一種方式 實現的方式 我覺得有多種各樣 有的也許可以 因為它這個是全虛擬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更衣術裝置一些 也許 我不確定 因為它這個形式和內容 它是可以關聯在一起 然後這是用餐 然後這是用餐 當然它這裡很有啊 這是虛擬的 這個也是虛擬的 好吧 然後它把一個非常簡單 甚至簡樂的晚餐弄得特別的有情調 特別的有味道 也就是把一個事物的價值上升了 可是如果想在未來的餐廳裡面 有沒有這樣可能 通過我們什麼樣的技術 讓一個可能很一般的一個 一個一個餐 一次晚餐 變得非常的有 有情調 或者有腔調 讓你的心情變得很愉快 OK 這完全是有可能的 這項時間的方式不一樣 這是 OK 好 這是服裝 我想這裡有些 對服裝感興趣的同學 好吧 我記得是英國吧 是黃毅吧 我忘了 做了一個沒有人的服裝秀 我哪個學校 我忘了 就包括 亞美現在在線上的這個畢業展 包括那個 我記得 我現在記不住了 哪個學校 你們誰記得嗎 是黃毅還是哪個學校 就沒有人的 就沒有沒有沒有人 但是是藝福在那裡走來走去 其實是黃毅 其實做得很酷 已經這樣在現實的 我們的 不只是電影 在這時候已經出現了 這樣的一些設計 而這些設計 我覺得 或者說它所成形的方案 它其實都可以用到 我們生活中的 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所以等等 太多這樣的一些例子 電影 所以我才 我才提醒大家 你們記得007吧 007當時 就是007從007的第一版 一直到007的DN版 然後幾乎 007在 太多的跟007有關的 一些裝備 一些動作 一些設計 都已經在今天 已經被實現了 一個手錶 手錶是一個 超級聰明的手錶 對吧 然後一個 什麼東西掃錶 就搞定 等等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電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它是 尤其是從 帶有科幻的 未來的電影 其實它很大程度上 其實會影響我們的生活 和影響我們的創作 所以我在 這個課上面 我建議大家 多 不妨多去看一些 未來的 科幻電影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大家打開思路 因為我們這個題 本來就是希望做的 有一定的未來景 會有一些幫助 想想007 當時覺得不可思議 那些事情 到今天都已經實現了 這樣的一個歷史 已經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 一個結果吧 好吧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準備 那麼多的片子 讓大家來看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 所以我最後就想講一句話 我們今天真是一個人人都是 設計師的時代 然後我們今天真實的虛擬 它其實都是真實 我們今天的身體 就像我們開辦 想說手機已經成為 我們身體器官的一個部分 在未來會有類似更多這樣的 叫做畫外之氣 和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想 我對這樣的一個工作坊 這樣的一門課程 這樣的一次合作的期待就是 未來圖景 新的物種 新的場景 以及無限的可能 希望大家在 接下來我們總共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不斷的看電影好不好 然後呢 跟我們的技術人員 深入的做一些交流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要有一種雄心 我們去想像 我們創造新的物種 新的運用場景 OK 好吧 謝謝大家